今天确实有一些人 有严重的错觉 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 俗获了对圣人的 这个圣人教会的学习 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地球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原因 经典上讲得很清楚 不读你不知道 读了都明白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 它的方向走偏了 它走向了毁灭世界 它没有走向创造世界 它没有走这个方向 它走的是毁灭 它天天讲创新 它创新是毁灭性的 不是建设性的 建设性应该怎么做呢 建设性应该听古人的教会 科学技术能救世界 如果违反大自然的规则 主要记住这一点 古今中外圣贤人的教会 它是顺着自然规律 现代的许多科学家 它是违背了自然规律 也就是破坏了地球 自然生态平衡 破坏了地球上每一个众生 自然生态的平衡 所以问题出生了 那我们要救救社会 要拯救地球 有没有办法 有 现在连扩球家都知道 去年八月份 有几位科学家在悉尼开会 我们学院也派了 七八位同学去参加 我看到大家的报告 我很赞叹 很欢喜 美国 布莱登先生说 应对 2012预言的灾难 他提出来了 希望 希望 全球的人类 能够在这个 机缘之中 醒悟过来 气握扬山 该邪归归正 端正心灵 就能把 未来的世界 带向 更好的走向 他的思想 跟大臣经教 相应 大臣经教里面 佛菩萨 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讲得很具体 持戒修复 断卧修善 发菩提心 成就自己 教化众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